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我们仍然继续我们的这一口设计之美 那这一个小阶段说明的是代码造型的角色 在我们上一个回合呢 已经帮你介绍过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函数类到EIT造型 而且跟你说明的基本造型就是代码造型 就是开发者的一个共同的词汇 那么在语言是有它的关键字来对应的 譬如说C有函数这个关键字叫做keyword 然后呢到了C++有类这个keyword 到了1996年的这个java 那么它有interface这个keyword 所以在这个函数的时代是C语言为代表 到这个lay的时代是以C++语言为代表 那么到EIT时代是其实是基于java的interface这个关键字而来的 所以呢这个所谓代码造型呢就是因为它是跟语言的关键字是息息相关的 那有了代码造型之后我们也帮你说明了就是上一个回合呢 帮你说明了代码造型的用处就是因为它是开发者的共同词汇 就像小孩子的kit language那么架构是就相当于妈妈 然后架构是尽量的应用这一个代码造型来表述它的架构 也就是妈妈尽量用kit language来表述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是对小孩子呢对于开发者让它培养它的这一个设计能力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一个做法相对的像爸爸 他一般来讲会讲的是一个政治啦一些经济上啦商业上的俗语 这个小孩子听了就没兴趣啊因为他是大人的话 所以呢小孩子的语言的一个成长大部分是跟谁的妈妈 理由是妈妈会用这一个kit language跟他谈 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要让这个开发者也越来越多的这个设计方面的成长 那么架构师如果能够也多用一点代码造型的表述 那对于工作对于系统的重构对于整个开发的效率 对于开发者在设计方面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这就是我上一个小回合呢所谈的重点在这里帮你做个复习跟铺垫而已 接下来我们要把重心放在大家所熟悉的两种代码造型 函数跟类来帮你再做一个更详细的理解 那么理解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更能够掌握整个从函数类到EIT这个造型的眼镜 那抓到它的这个精髓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一个造型呢 挖挥到淋漓尽致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大家熟悉的两种代码造型就是函数跟类来帮你做个更详细的一个铺垫 因为后面我们有很深刻的很深入的范例很深入的代码要来帮你做详细的解说 但是为了能够理解后面好多个将近十几个范例的这一个应用的情境 所以呢 我希望你一开始稍微有一点耐心能够把你的马步把你的基础垫好OK 所以你这个部分希望你不要把它跳过去 或者觉得呢高老师很啰嗦很无聊 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讲那么久 其实之后马上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已经进入 这个应用高端的阶段 那我担心你的这个马步不够稳 所以你后面你会听不懂 所以呢 我在这里帮你做很有耐心的帮你做铺垫 OK 希望你也很有耐心的能够来把你的概念 把你的技术 把你的脑筋的思路 把它梳理梳理 然后 电力砸实的马步功夫 OK 好 1970年代主要的造型就是函数 那这函数呢 我只给你一个例子 你就很清楚了 这次是方形你看 这叫做关键字咯 关键字 然后add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名字咯 这个add就是函数的名字咯 这一个函数的名字 然后呢 这边也有函数 这边也是一个函数 所以这一个软体呢 这个软件呢 总共是由三个函数所过程的 add 这加成跟计算 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呢 这就是一个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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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呢 放的是鞋子 放的是袜子 放的是 这一个鞋带 OK 然后 它把三个集装箱 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 这一个 托管 就变成一个 一个软件 变成一个软件 所以这里只是让你了解 这个方形 就是关键字 这是关键字 叫keyword 有没有 所以 整个 这一个代码造型 就是 就是方形 是单一的造型 OK 然后 再把这个代码 装进去 这个集装箱 然后再把 集装箱 把它给起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 然后呢 之间 它可以它的关系是什么 组合的关系 叫做方形扣 互相调用 你看 ESEC这个集装箱 调用的 at这个集装箱 调完了之后 再调 mul这个集装箱 所以 它的组合的 就是这些集装箱 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 第一个 依照顺序排列 就简单的一个排列法 第二个 之间 互相 这一个 在编代码的时候 你要把集装箱全部排列下来就可以了 好 在执行阶段 它是用函数互相调用 来把它的逻辑关系建起来 因此呢 它的组合 重复组合的 这个逻辑规则就这么的明确 OK 所以函数造型简单 这个造型是非常的简单 里头只有函数的关键字 函数的名称 还有参数 还有回传值 用刮号刮起来 里头放的是代码 放的是代码 所以函数造型简单 内部的主要的组成就是代码 就是指令 都称为statement 它是把它排在一起 也有简单的 这个造型之间的简单的组合规律 就是刚刚讲的 在写代码的时候 就把它全部排在一起 然后呢 之间在run time执行的时候 透过互相调用 叫做方心扣 OK 那就是简单的组合的规律 好 到了1980年代 的主要造型就扩大了 就变成类咯 所以1986年西家家出来了 软件的一个开发的主要造型 就变成类 类这种造型呢 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 对于函数造型加以扩大 也就是 把函数为基础 它保留了函数的各种功能 并没有删除掉 函数的这个功能 但是扩大了 这一个跟属性的结合 也就是 让开发者呢 不只是脑筋里头想到函数 而且会把属性 纳进来考虑 让这个开发者呢 拥有更好的一个整体观 就像太极呢 原来我们只是掌握了一半 叫做函数 这是掌握了羊 掌握了函数 现在呢 因为有了这个造型 有了这个造型 所以呢 会让我们 引导我们去想 引导我们去想 那么属性又是什么 属性又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阴阳相报 到一个整体观 所以呢 类 让我们从原来 只关心函数 的一个视野 扩大成 能考虑到 这一个函数 跟属性 能够同时兼顾 能够让它 这一个阴阳相合 的一个更大的视野 让我们的设计呢 更具有一个整体观 也就是 有了这个造型 引导了人们 掌握更宏大的 一个整体观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类造型是什么 好 这里你看 这是关键字 跑出一个class了 这是C没有 C++才有 OK 比较大的造型 那这就是类的名称 No Calculate 里头呢 有两种要素 一种要素叫做属性 就是 在C++叫做Data Member 就是资料项 也就是叫做Attribute 然后呢 这里还是一样的 函数 你看 保留的函数 里头的 保留的函数的 一切规矩 还是一样形式的配下来 这形式的排下来 只是他加了这个资料项 加了这个属性 就变成类 所以类是由函数 跟属性 所组合而成的 他扣大了这个函数 让我们把函数 跟属性一起考虑 让它可以形成 阴阳两极 阴阳相报 阴阳相合 OK 好 那这一个类的 也是一个集装箱 就是比较大的集装箱 这个集装箱之间 怎么组合呢 就定义出了 要ETEND 这样的 你看 这是一个集装箱 是刚刚已经定义好的类集装箱 然后 我们现在要定义新的集装箱 这个新的集装箱是从旧的 已经定义好的集装箱 把它扣充出来的 这叫做 过去来讲叫继承 继承关系 所以这就是集装箱对集装箱 两个集装箱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就叫做造型 类造型的组合 的一直重复组合 把两个类造型 透过某种关系 把它合起来 那这里的关系叫做ETEND OK ETEND OK 那这是一个类 类里头一样 这个部分 可以放的是属性 这个部分呢 可以放的是这个函数 然后之间也是透过 你看EX函数调用AD函数 调用SET函数 等等的 所以这就是透过也是一样 保留了函数之间的互相调用 叫方形扣 保留了函数之间的一个垂直的排列 但是增加了一个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呢 比较大 再把两个造型 再应用其他的关键字 来把这个造型组合起来 成为软件的系统 成为软件 所以现在的Program 大部分都长成这个样子 都是把函数 塞进去类的集装箱里头 拿到跟属性组合成类的集装箱 再把类的集装箱 做组合 组合成为这个大的这个Program 所以1986年 西家家出来的时候 类就成为当时软件代码的主要的造型 其实到今天 大家还是很熟悉的 这个Class这个造型 因此呢 反而误导了 大家认为 这个Class的主题 其实不是 其实Jaco才是一个主题 所以到1996年 Java出来之后 这个Jaco呢 变成是一个关键字 只是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关键字 其实应该对应到新的造型才对 所以呢 到了2012年呢 高老师才依寻Java的 这个Jaco的关键字 Interface的关键字 来定义出 找出这个EIT的造型 那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在思考上 这个70年代有函数 所以我们在思考软件的时候 可以用函数去思考 当然也可以不要 OK 那到了86年的C++的时候 大家就用类的方式去思考 所以才有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设计 等等的概念 到了1996年 Java推出了Interface 但是大家忘记了 在设计分析这一边 也能够发挥 Interface的这个机制 也就是以Interface为主体的造型 来思考设计 来表达设计 这样子是非常理想的 这就是高老师到 2012年才基于Java的 这个Interface的关键字 而定义出BIT的这个新的造型 OK 所以类里头含有两个要素 就是属性跟函数 OK 跟函数 然后这个类的造型 就是集装箱之间 可以透过Interface的等等的关系 来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这个组合的关系 是简单而明确的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来介绍 我高老师所提倡的 EIT的代码造型 第一个 要了解接口是主角 那么EIT主要是要呈现 接口的设计之美 接口的设计之美 那是在1996年Java出来的时候 这个Interface呢 成为Java语言的一个关键字 所以这个接口的位阶就提升了 本来在西加加 接口是隐藏在类里头 就是抽象函数等等 所以这个接口的位阶 它跟类是不同等的 但是到了1996年的时候 这个接口的位阶跟类是同等了 而不再隐藏于这个类的造型里头 这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一口 来找出一个更大的一种造型 来凸显这一口的角色 但是能难保留所有类造型的一种功能 特性以及它的意义 就像86年的时候是基于函数来扩充出类造型 但是它也保留了这一个函数造型的所有的特性跟功能 同样的高老师是在2012年是基于类造型而来扩充 变成EIT造型但是也保留了所有类造型的基础特性以及它的功能 并没有去删减它 因此呢 这个三者呢 从函数类到EIT是这个一脉相传 就叠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EIT在这边 因为96年之后 那么Java把这一口提升了 所以我们就来在设计的层面 在架构层面 我们就可以来清楚的来定义出这个这口 来以它为主角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对应成代码 那因为它变成关键字咯 就变成开发者的共同的术语 那么如果架构师也常常用interface这个术语 也就是这个字已经变成kid language咯 那么就可以清晰明确的跟架构师来做沟通 但是这一口呢 总是需要讲清楚 它到底什么的Jiko 譬如说 这一个汽车的引擎跟轮胎的Jiko 桌子桌板跟桌角的Jiko叫卡榫 OK 那你总是要讲桌子跟桌角的Jiko 因此呢 需要两个类来当配奖 这样子 那此外呢 Jiko其实幕后也是类 所以基本上 EIT是由三个类所组合的 所以高老师就把三个类造型组合起来 成为更大的造型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把三个类造型 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就像DNA的那个螺旋状 是DNA的这一个生物 我们人类生命的 这一个源头呢 就DNA的螺旋结构 螺旋结构就长这个样子 有三个类来构成 那中间的就是Jiko的实现类 所以高老师把它命名成EIT造型 这个就是配角类 这也是配角类 这是主角类 所以就叫做EIT造型 OK 那EIT造型也不难理解 它是对类造型的加以扣大 也就是以类为基础 那保留了类的各项功能 那就把这三个类组合在一起 各扮演不同的角色 I为主角 E跟T为配角 因此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架构师跟开发者 拥有更大的视野 要有更大的视野 不只是极限在类的视野而已 就跟之前70年代 极限在函数的视野 然后到了这一个class的时候 就扩大到包含了这个属性 所以扩大了这个视野 今天我们又把三个类组合在一起呢 因此呢 EIT造型可以让开发者拥有更大的视野 具有更大的一个更宏大的整体观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你看 这个时候 有了这个接口 这就是接口了 就都出了一个implement interface 还加了implement 这就是接口 runable就是接口 那这个接口跟类之间的关系叫implement 这就是加法定义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已经变成了 这一个代码层级的造型 因为语言都提供了implement 还有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咯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接口 还有类 有没有 这就是保留的类 增加的接口 然后也 含有函数 你看 70年代的函数的造型 加上86年 80年代的类造型 再把它组合出来 加上新的接口 然后就变成了 这一个eit的造型 所以主要的意图 就凸显接口元素 以类是同位接的 在这里 你看 这个类跟接口实在同位接了 同位接了 那函数呢 就被 就比较小的位接 它被含在类里头 OK 就这样子 好 为了清楚的定义这个接口 这个主角 需要两个类 来当配角 来当配角 例如说 我们要说明这个runnerable 这个接口 那我们要清晰的去描述它 我们就要说明 这个是 trade跟task 两个类 来培顺它 来补充收明它 就变成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焦点 在这个runnerable接口 但是你说我这个runnerable接口 很多人就会问 开花直接问 你这是什么跟什么的接口 对不对 比如说你讲我在做卡榫 那么人家问 你是什么卡榫 对不对 是布枪的这个弹甲跟布枪中间有一个卡榫 还是桌子跟桌甲也有卡榫啊 还有房屋的这个洞跟梁接触点也有卡榫 你到底是什么卡榫 所以呢 我们架构式就把它表述的清楚 我这个卡榫 就是 这一个 洞跟梁的那个卡榫 所以呢 你到底是什么是runnerable的接口 它就是thread 跟task 来的接口 的接口 是thread 提供的接口 用来组合 这个task 所以它就把e跟t 透过接口 就把它组合起来了 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 有了eit之后 你不会放弃的t 把可变的部分 跟不变的部分 都要有 这才是 新一代eit造型的一个架构师的一个任务 过去的架构师 它是要追求万变不离其中的中 然后把band的部分删除了 在eit的造型时代 告诉你架构师不应该这样 架构师呢 要懂得e跟t 都要 要懂得架构师就是要带领整个船队 很清晰的了解我们的整体目标 让e有气费机各个部门生产不同的设备零件 不管它是稳定的还是会变的 我们架构师都必须要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子整个飞机才会飞 OK 所以eit可以协助架构师清晰的去定义 这个接口 而且来表达我们这个架构 表达这个架构做什么 是为了把这个 所有的e跟t组合在一起 像飞机一样 让它会飞 OK 那我在这里就帮你说明了这个eit 是以i为主角 然后有两个配角 OK 那我就让你更把计较在这个接口上 计较在接口 就心中就有整体观 掌握的这个整体 那就是把e跟t 透过i把它组合出来 然后一个e可以配很多个t 可以就像一个树干 配合很多的树叶 那我们要的是一整棵树 而不是只要树干 OK 所以希望eit能够真的 让你呢 身为架构师 能够清晰的了解 领悟到 过去追求稳定可靠不变 基本上并没有错 但是 把可变的 删除 就是错的 OK 所以我们要 两者都要 不变的 会变的 我们要用i 把它组合起来 让它会飞上天空去 OK 好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谢谢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